那当然这地方你可以自由去调整它的宽度 再来放三个按钮 分别是B01,B02,B03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就做出一个表单 一个表单 那表单接下来 如果我要让它也可以有同样的功能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样的程式撰写 其实一般我还是比较建议你们将来 如果真的在写VBA的时候 就把它写成表单就好了 因为感觉上会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你写在这里 其实一般使用者也很容易把它修改 或者是乱动它 也蛮麻烦的 但是你把它做成表单之后就比较固定了 OK 那不过呢我们还是要面对几个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 我让它启动之后 我的资料 这里面的资料我怎么样预先放进来 那预先放进来前面好像有讲过 有没有用add item 把item项目一个一个加进来 那这个add item必须要写程式 不像说这个地方是透过什么呢 是透过那个资料验证里面 直接先写上来的 好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把怎么样把资料呢 填到这一个 这叫combo box里面 这两个 OK 这两个要填资料 然后呢 绣出来之后的话 一样这个地方日期部分呢 也要预设一个日期 这个日期的话呢 也必须要先填一个日期 比如说我可以抓今天的日期 或其他一个日期给它 那再来的话呢 按输入 按清楚 按检视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想这部分呢 各位可以稍微做一个复习 前面也做了蛮多表单 那我想这个表单也是学习VVA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界面部分呢 做得不好的话 那你将来要操作程式 也是会有困难的 所以一个良好的界面呢 是必要的 所以请各位呢 也把刚刚这一个画面呢 把它稍微改写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